这个就表示政治考量高于人命健康 这个是罪犯忌讳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权力 受给一个疫情指挥官 就是他不要受政治干扰 他要完全专业 完全只考量一个 怎么样做对台湾人的健康 这个有帮助的就这样做 因为政治人物就是老师想一些 跟这些健康无关的 跟防疫无关的一些 它是干扰因素 像美国这个例子 美国现在死了58万人 这么先进的国家 你现在讲起来就是因为 川普不听佛奇的话 佛奇跟他讲了很多话都不听 所以美国就是没有一个防疫指挥官 他的权力高于一切 我们现在用这个制度 当时我们透过一个特别立法 赋予诚实中非常高的权力 意思就是说 你就把这个疫防好 你把老百姓台湾人的健康顾好 别的你不要想那么多 其实我们这位指挥官满脑子正直 对不对 他之前他讲这个大陆疫苗 他就前后就不一了 逼了紧的时候呢 他就说哎呀 如果他得到国际认可 我们可以考虑 那现在人家得到国际认可 他话又变了 他有没有把台湾现在最急需的疫苗 现在台湾人健康最需要疫苗 放在第一个考量 而去把两岸之间的争执丢在一边 对呀就只说看了这个资料 还是没有信心 对呀陆委会可以去 陆委会愿意讲的话去讲 可是陈时中他要以台湾人的健康 生命做第一考量的话 那么今天世界卫生组织都认可的疫苗 你还是在那边打 你还是那边给他推三组四 然后我们医院的这个确诊人数越来越多 将来不信的话越来越来越 越来越严重的话 你怎么对得起我们这些老百姓呢 如果不信往生的话 你怎么对得起这些人呢 你有疫苗你不拿 对这是不道德的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现在周一寇讲说 你五六月可以拿到疫苗 什么什么讲这些一大堆 对我们现在就需要疫苗 现在的疫情现在是蛮紧急的 对不对你现在我们今天才五月 还不到五月中旬还不到下旬 我们这个十天 如果这间有足够的疫苗 对不对都已经 太晚了因为防疫 似同作战 对不是一天两天 一个两个礼拜好像老神在在 大家都没事 它是分秒必争 的确 这个东西你过去一个小时 就可能你的危机就大一点 不断不断的跟那个水 水坝后面那个 水越积越多 就像刚刚王医师讲的嘛 它是个抛物线 抛物线 对啊 因为王医师讲这是科学根据 对这是对学过公务防免疫学的这个这个就这时候防疫检疫的这些很科学的这些资料累积出来的一个经验 那我们现在这个紧急的时候我们还等到五月六月而且肖美琴很可爱 他讲实话 人家问他的时候 他是少数民进党官员里面讲话 比较实在的人 而且他如果在美国不讲实话的话 他美国也没有生 没有办法生存 他讲话什么 他讲说 由于我们国内啊 施打疫苗的意愿不高 因为我们拿的是AZ疫苗啊 所以老百姓不太 所以呢 他的过去的工作重点 是在帮我们的友邦争取疫苗 没错没错对所以他刚刚才开始替我们争取疫苗 美国要释出两千万剂 拿得到吗 我第一个 我觉得是有可能 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拿到 拿到多少 现在都有可能 所有的疫苗都有可能 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就是说你能拿到多少 你什么时候拿到 今天你问你问你问你不是说你比如说 这个这个蔡英文 他前两天开完这个国安会以后 他讲说 我们六月初我们就可以陆续的到货 他也不讲什么时间 他也不讲什么量 然后我们国产疫苗在七月底左右 可以开始 这个现在就是全世界都说 我已经签了约了 我不知道多少量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到 所以我们需要四千 我们台湾有两千四万 我们需要四千八百万剂 什么时候拿到 能不能拿得到 这才是我们想要知道的 美国终于说是愿意提供给其他的国家疫苗了 我们还在好奇 我们能够拿得到多少呢 之前说跟Moderna定了505万剂 至少这个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 那拜登讲那两千万剂 我们能够分得到吗 打个问号 但是你知道大陆倒是给这个疫苗给其他的一些需要的国家 包括像是印度 这真的是很主动 而且呢是抢在前面 那么结果呢 美国才又宣布了说 那我可以提供其他的国家 那刚才我讲到拜登也有宣示 六月底之前两千万剂 可是呢 现在你知道宏都拉斯 我们之前也有跟大家来分析过 他向世界求援 美国那时候还在谴责大陆是在拿疫苗去威胁 但萨尔瓦多协助买大陆的疫苗 结果让他们拿到了以后 宏都拉斯不是还有夹到欢迎吗 这是疫苗的部分 可是你在看 尾巴冲突 哇 结果呢 发生到后来 大陆的外长王毅邀双方到大陆去谈判 当然我们那天也在节目当中特别谈到了 他提到的几个重点 可是哇 美国总长拜登 不就马上来通话吗 还跟以色列总理的通话还不止一次 也赶快说要支持 尾巴武装团体停火啦 要支持 然后呢也是 好像就感觉怎么是跟在大陆的后面走呢 包括平息战乱啦 包括提供疫苗的援助啦 怎么好像都是美国跟在大陆的后面呢 汉婷 这个以色列去攻击到媒体 甚至去攻击到像美联社 但是这些时候呢 美国的这些政要完全没有说什么 侵犯人权啊 这个违反自由民主价值啊 反而呢 去声援以色列继续提供更多的弹药 反而是中国大陆希望尾巴双方能够和平坐下来谈 所以世界上谁在继续制造动乱 谁在希望维持和平 这两年来已经非常清楚了 那么回到疫苗的事件 肖美琴现在信誓旦旦或者沾沾自喜 觉得哇我们希望争取跟美国拿疫苗 当然知道为什么美国突然这一波释放两千万剂 也只有两千万剂 而且还是比较烂的AZ嘛 为什么 就因为大陆骂了啊 大陆骂说你们美国根本是猪门酒肉臭嘛 就对吧 大陆骂很久了 就你们美国人3.3亿人囤了20多亿剂的疫苗 那当然该分发一些给全世界啊 所以如果民进党觉得能够跟美国拿到疫苗 好感动 那么其实你最该感动的叫做中国大陆 好了 那么再来看 所以台湾人没有疫苗打的时候 那民进党过去在干嘛呢 民进党愿意花四千七百万的美金 四亿六千多万的新台币 然后去帮助巴拉圭买疫苗 然后台湾到现在的疫苗呢 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子 先前陈时中告诉大家 地方县市也可以自己买疫苗 所以新北市金门都提出说 他们要自己来买疫苗了 那我在台北市又提案 但是因为现在修会了 我们改成书面咨询 要来做争取 但因为有了这个消息之后 陈时中就刷到 他原本只是讲讲 没想到地方政府真的要买 所以马上又改口 说最后统筹权在中央 那么地方政府有要提案 而且呢包含 让我们稍微做个广告 新党 新党也是要求说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赶快开放 让地方政府来买疫苗 或者呢也要开放 去买大陆疫苗 那所以才会有国台办的回复 说大陆非常乐意来提供 然后希望让大家都能够 过得更健康 那当然被陆委会所打枪 那我们要说 我们现在去强调说 要去买疫苗这件事情 还不是要求一定指定 买大陆的科兴或国药 而且现在全球 基本上除了美国反华的媒体 在报道大陆疫苗不好之外 全球就几乎只有台湾 在说大陆的疫苗 烂 WHO都通过认证了 不久前彭博社本周 还在讲说中国科兴疫苗 在现实世界非常有效 欧盟从六月开始就不再买 AZ的疫苗了 然后欧盟现在正在加快审查 核可大陆的疫苗 要来给欧盟打 台湾刚好相反 然后我们AZ疫苗来越多越好 大陆疫苗然后拼命不用 所以到底有什么好高兴呢 像我呢我就觉得 这个我身为中国人 我当然就要打中国疫苗 那这些台独的疫苗 还没经过三期试验 谁敢打 更何况大陆的疫苗呢 大概也没有办法来给青蛙打 那一定会有人说 那你就要赶快滚去大陆啊 没有办法为什么呢 因为我被民进党限制出境 所以我想打大陆疫苗 我也打不了 好那么回过头来讲 前面这比较开玩笑 所以大陆的疫苗 就是民进党不要开放 那陆委会大陆国台办讲说 他们也很乐意来提供 那陈时中什么态度 陈时中说要来的话 那大陆要来做认证啊 对 现在到底是谁在缺疫苗啊 是大陆好心要提供给你 然后你陈时中还说 那他要过来啊 不对吧 是你要去买啊 是人家愿意卖 你要去买啊 好这个呢 还是大陆的疫苗 因为民进党反中的意识形态嘛 那我们第二个 其实呢 我们在县市政府以及新党我们所要求的是 开放去买上海复兴的BNT疫苗 就是当时林泉东洋 本来要代理进来的疫苗 那是德国的啊 对吧 你如果不信任大陆疫苗 那德国疫苗为什么不开放呢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 美国也知道 台湾并不是没有钱 没有能力买到疫苗 更不是大陆阻拦 因为上海复兴非常希望卖给台湾 就等着台湾买嘛 但是是陈时中自己不买啊 因为内部的拍戏斗争啊 因为吴炳锐去瞧事情啊 所以整个疫苗才破局 才使得台湾人没有疫苗打 好 那么为什么就连BNT上海复兴的疫苗 民进党都不要呢 陈时中为什么最后要把这个疫苗的权 牢牢掌握在手上 本来开放给地方 后来又收归中央 因为他才能够做疫苗数量的宏观调控啊 当他拖拖拉拉 进进出出 大家没有疫苗打的时候 大家才会觉得说 哎呀 那一定要支持台产疫苗啊 一定要支持高端啊 所以大家就可以炒股票嘛